曬一曬 把它曬一曬 沒錯 跟空氣接觸 跟空氣接觸很好 我們再簡單一點來說 它是讓它氧化 沒有錯 跟空氣接觸 所以曬是正確的 這是其中一個環境 它會先放在室外曬太陽 之後就會移到室內 日光尾條跟室內尾條 之後有一個步驟叫做殺青 殺青是去加熱 加熱有什麼目的 可以停止它繼續發酵繼續氧化下去 同時也會軟化它的葉子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綠茶 它是屬於完全不發酵茶葉 代表意思是說 我今天葉子摘下來之後 把它上去做 刷青 對 馬上去做殺青 它就會變綠茶 紅茶的話呢 100% 它大概需要兩天到三天的時間 去做發酵 其實大概是怎麼嘗試 有時候可能再久一點點 不一定看狀況 所以根據這個邏輯來推論 茶農它其實可以用同樣一棵茶樹 去做這上面所有的茶葉 沒有什麼綠茶樹 紅茶樹 烏龍茶樹 但是我們還是會說 有什麼樣的樹 適合做成什麼樣的茶 所以這麼多不同的茶葉種類茶樹的來源 有可能是一樣沒有可能是不一樣 剛剛我聽到有人提到的金軒 為什麼金軒不在這 為什麼在上面看不到金軒 大家這麼常聽到 猜猜看 金軒 金軒茶 金軒茶到底是什麼東西 有這個東西嗎 其實今天 金軒 它是茶樹的 品種 什麼意思 今天金軒可以做綠茶 也可以做烏龍茶 也可以做紅茶 也可以做紅茶 所以 如果今天各位 以後來到友記 說咧 老闆我要買金軒茶 我們會反問你一件事情 你是要找綠茶 還是要找烏龍茶 還是要找紅茶 因為它不是茶葉的一個分類 它是樹的品種 好 還有聽過紅玉嗎 或叫台茶十八 四季春 翠玉 這些都是樹種 所以它不是茶 它不是一種茶的分類 它是樹的品種 好 你要分清楚這件事情 好 又不是茶 所以рафuck 你KE 也知道 有int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